凤凰美洲新闻 由飞达教育 美高美本名校直通车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让您轻松拥有Toyota 一路精彩 麦当劳 联合赞助播出 功能强大的全新Highlander 助力您的冒险升级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彩香菌豪华月饼 口感细腻 浓郁香甜 历程贸易总代理 拜登将于家乡特拉华款待四国峰会领袖 路透民调显示哈里斯民调上升 各位好 欢迎收看2024年9月12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郭爱妮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白宫12号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将在自己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主持第四次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 白宫称这是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 在威尔明顿接待外国领导人 反映出四国领导人的身后私人关系 以及四方合作的重要信用 白宫12号宣布 拜登将于21号在威尔明顿 主持四国峰会 欢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的到来 白宫指出 此次四国峰会将重点加强四个国家之间的战略融合 推进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并在关键领域为印太地区合作伙伴带来切实利益 包括卫生安全 自然灾害应对 海上安全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和新兴技术 气候和清洁能源 以及网络安全 2021年拜登上任后 举行了首次美日印澳四国峰会 把四方合作制度化成为了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 近年来 除了美日印澳四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以外 四国外交部长已经举行了八次会晤 四国政府在各个层级也有交流和协调 而美国媒体指出 四国峰会的目的就是组成安全联盟 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在拜登宣布放弃角逐连任后 他在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转向美国外交政策 一名一名高级官员向CNN透露 四国峰会无疑是拜登印太战略政治遗产的核心 并可能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长期存在 这个合作机制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 而在拜登剩下四个多月的任期中 他可能在十月访问德国和非洲 在十一月前往巴西和秘鲁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另外 根据路透社联合伊普索周四公布的最新民调 首场电视辩论后 哈里斯支持率上升至47% 领先于特朗普的42% 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哈里斯赢得了这场辩论 而认为特朗普表现更优的只有25% 根据路透社周四报道 路透和伊普索针对近1700名美国人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特朗普和哈里斯的首场电视辩论后 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上升至47% 超出特朗普的42% 这五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高于8月底的民调结果 在那些有关注本场辩论的人当中 53%认为哈里斯赢得了此次辩论 24%认为特朗普表现更优 民主党人普遍认为哈里斯表现出色 91%的受访民主党选民认为 他在此次辩论中获胜 只有53%的受访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获胜 另外这些受访者中52%认为 特朗普语言表现磕磕绊绊并不锋利 21%认为哈里斯语言表现糟糕 美国广播公司主办的这场辩论备受关注 尼尔森数据显示电视收视率达6700万 超出特朗普拜登早前辩论时的5100万 路透社这份民调显示 超七成受访的注册选民都多少关注了这场辩论 近半数受访者认为 哈里斯似乎是会倾听并理解我诉求的人 只有18%认为特朗普会 拜登退选之后 年龄问题似乎成为78岁的特朗普 需要面临的潜在担忧 调查发现52%的受访者认为 特朗普年龄过大 凤红卫视 陈飞飞 张兆雨 纽约报道 另外为了迎接本月21号到来的 中国渔村文化遗产纪念日 本加州的汉服社与中国渔村州立公园 日前联合推出了万青华裔移民历史重现活动 续着大辫子 带着鱼楼归来的渔夫 也码头叫卖的苦力 梳着传统发迹 身着清汉女装的女子 与买菜的人讨价还价 还有剪了辫子 穿着西式服装的鸿门中人 依稀是一个半世纪前 旧金山中国渔村的模样 位于圣拉菲市的中国渔村 又被称为华人虾聊 建于18世纪中 是加州立案历史古迹第924号 占地面积1512英亩 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后 中国移民在这里逐步建立起渔村 以捕捉海虾为生 全盛时期类似的中国渔村曾多达26个 虾米总产量超过300万磅 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虾米出产地 然而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 渔民出海打捞受到严重限制 渔村逐渐没落 更多地区域 在中国渔村里面有限制 在中国渔村的渔村里面 被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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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主流社会其他族裔的民众 能够唤醒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每年秋天 中国渔村都会举办文化遗产纪念日活动 为维持公园和博物馆运营筹款 今年纪念日定在9月21号 早期的时候来旧金山的移民 大多数都是从广东省过来的 然后他们经历一些非常艰难的创业的 很艰辛的历程 然后在今天的一个历史意义当中 就是希望所有的移民都能够在一起 和谐共处 作为一个大家庭在美国共同繁荣这样子 方韦绪 刘海平 盛拉菲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火雷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叶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 旗下最先一代人工智慧晶片供应量成长有限 使部分客户感到挫折 集团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他们更考虑转移供应商 黄仁勋在旧金山的高盛科技会议上表示 当前英伟达的产品成为科技界最抢手的商品 客户对有限的供应争相竞争 最新一代的晶片Blackwell需求保持强劲 但供应增速有限 目前公司已经将Blackwell的生产外判 供应商正尽力跟进需求并取得进展 另外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 美国正考虑允许英伟达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先进晶片 目前沙特阿拉伯正在努力满足美国的安全要求 上海美国商会12号发布2024年中国商业报告 商会会长郑毅在接受本台真访时表示 在美中关系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压力的双重影响下 会员企业对中国市场持观望态度 商会呼吁中国持续优化外商投资进入优化营商环境 上海美国商会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商会 目前拥有超过1000家会员企业 在本次306家受访美国企业中 有47%表示对未来五年 中国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或较乐观态度 13%的企业认为中国是他们总部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表示 两项数据均为本调查历史最低 但美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市场 根据数据显示 2024年美国员工远距办公的工作模式上有上升趋势 美国劳工部8月就业报告数据显示 全部远距员工从去年同期的10.3%增加到11.1% 而2024年全年至今 部分或全部远距工作的员工从去年同期的10%增加到23% 业界分析人员认为美国劳工市场结构的这种变化 显示出员工与雇主在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方面有共同的认知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专家分析指出 随着科技的发展 就职员工的年轻化将会有更多员工希望工作制度的弹性 雇主也可以根据工作结构调整 削减办公室租赁的开支 专家预测 从2026年到2027年远距工作模式会有更广泛的大幅上升 美国亿万富翁 艾萨克曼再度创造历史 成为全球首位成功进行太空漫步的非专业太空人 12号艾萨克曼与SpaceX工程师吉利斯先后出舱 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商用太空漫步 这次太空漫步在距离地球约700公里的高空中进行 两人的出舱时间分别为10到20分钟 艾萨克曼依靠SpaceX的天行者辅助设备 小心翼翼地探出太空舱 为了安全 他们始终与太空船保持连接 这是SpaceX为突破商业太空飞行界线所做的最新 最高风险的尝试 过去只有政府支持的宇航员 在经过多年训练后 曾完成太空漫步撞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枪期 在台湾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卷入京华城弊案 有媒体披露 台北地检署未查其金流 检方付银行调阅有关保险箱和保险室租用记录 并查扣上百万元台币现金 将厘清租用人身份 检方12日再度提训再压的台北市前副市长彭震生 并传唤台北市前都市发展局局长林周明道案说明 检方侦办态度积极 引发质疑 国民党立委表示 对于蓝白河议题 在立法院整体议事合作 以及监督民进党政府 对在野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我们来看财经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四和二级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全天都是走势反复涨跌互渐而震荡走高 投资人在星期四关注的经济数据是批发物价指数 虽然略微超强人意 不过投资人认为联盟储备局 下周的会议仍然会如期的降息 基本上还是降息25个基本点 而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虽然也是略微上升 但是并没有显示老公市场 有持续恶化的息向 所以有权商表示 如果联储大手比降息50个基本点的话 可能会对市场造成负面的压力 也有可能是市场认为 联储认为经济状况更差强人意 投资人也认为前段时间 有些机油股受到了超卖的现象 其中包括芯片产业股 所以一连多天在芯片产业股 领涨这个情况下 推升了标普500指数和纳指连升多天 那么这些行业股当中 表现比较突出的持续还是因为达 因为达本周上升幅度是超过15% 随后是谷歌脸书等等 也都是分别走高 而在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当中 30个成分股则是在产业间好坏参半 那么走强的股还是有传统工业股领长 3M公司和卡特皮勒公司 都是道指当中升幅比较明显的两个个股 而英特尔公司则是没有跟随其他新变股 走高成为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而标准波尔500指数11大行业股在 星期四全面都是走高的态势 其中表现比较好的算是消费型类股 另外能源类股也是升势稳定 主要是油价反弹上升的推注 收盘师时间长债收益率是3.68% 油价上升2.47% 是68.97亿桶做收 而金价也是反弹1.7% 2585.20美元一盎司做收 以上是714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洛杉矶县检察长候选人 内奔华克曼于近日在南加州盛盖博士 举办了一场筹款餐会 华语社区的多位民选官员与社区领袖出席 呼吁华语民众团结支持 助力他在竞选中胜出 改善洛杉矶县的治安现状 本次活动由罗省中华总商会 与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共同主办 圣盖博士市长吴承远 市议员丁延宇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程占星 以及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马壮等 多位民选官员及社区领袖均出席并发言 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配员在会上表示 近年来洛杉矶的治安问题愈发严重 枪击抢劫等案件频发 社区普遍感到不安 他认为这种情况部分源自执法不利 内森浩特曼的竞选为社区带来了改变的希望 而庄配员也强调 浩特曼有能力扭转局势 让洛杉矶线重新回复秩序 在会上 内森浩特曼向支持者表达了他参选的原因 他批评现任检察长贾斯康的政策 认为其放松对罪犯的打击 导致犯罪率上升 特别是亚裔社区面临的仇恨犯罪增加 他也特别提到 在钻石巴等地区发生着 针对华人的仇恨言论未得到有效处理 传递了错误的信号 助长了更多仇恨犯罪的发生 我们很疲惧地生活在恐惧 我们不再想活在那一旁 恨犯犯人 这六 amor不再恨 解决方法 和既然 Doug良缅 出版明 推动 有指数17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雄文胜也在当天指出,Hotman是改变现状的关键人物,特别是为了保障华裔社区的安全,大家应齐心协力支持他竞选,他呼吁更多华裔民众参与选举,共同推动Hotman的当选。 Hotman也强调,他希望恢复落线以往的治安状况,并提及前任检察长库利和雷希时期的司法合作模式,认为当时的警察与检察官密切配合,有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和司法正义。 他承诺若当选,将致力于恢复这一模式,为社区带来更安全的环境。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感谢的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由飞达教育,美高每本名校直通车,纽约人寿传家之宝,让您轻松拥有Toyota,一路精彩。 麦当劳 联合赞助播出。